大家好,这是我上个月修剪的一盆橡皮树 修剪过后呢,我再给它补足水肥 盆土里面呢,给它埋上了一点这个发酵复苏好的芝麻饼肥 来给它补足养分 那么现在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我这盆橡皮树啊,基本上每一个结尖芽点树都冒出了新芽 那么想让你的橡皮树在修剪过后冒出非常多的芽出来呢 我们有两点是非常关键的 大家看,现在的每一个结尖芽点都冒出了新芽出来 然后这边这底下呢,也是全部长了新芽 那么哪两点是非常关键的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修剪的时机一定要把握好 像我这一盆呢,就是上个月修剪的 我们这边呢,因为温度会升的比较快 上个月这个温度已经比较高 这温度呢,基本上都能够达到30升30几度 所以这个温度区间呢,非常适合橡皮树生长 所以大家在修剪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握好时机 在温度能够持续达到28度以上之后呢 我们再来修剪 这样它生长速度快,才能够冒更多的芽 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给竹水肥 水肥给的竹,它的营养才充足 它生长速度会更快,芽呢,也会冒得更多 那么平时的话呢,盆土一定要给它浇足水 然后呢,我用肥的话呢,是用的这个发酵腐术好的芝麻饼肥 这个芝麻饼肥呢,我们有两种用法 一种呢,是直接沿着这个盆边呢,给它埋进去 还有一种呢,就是给它制作成这个肥水 直接把它放一点在这个清水里面浸泡 然后放一点叶面原路来加快它 分解腐术,速度一般两三天左右就可以使用了 使用的时候呢,对水稀释大概50倍到100倍就可以了 所以橡皮树想要让它修剪,冒更多的芽 想要让整个植株啊,更加的繁茂 我们注意好这两点就足够了 当然呢,也一定要给它补充充足的光照才行 好了,本期就分享这里,我们下节见